各位先生女士大家好 现正热映的是知善社的介绍影片 等一下的介绍内容会分为知善指南以及活动指南两大部分 首先是知善指南 我们要先来向大家介绍一下知善社的社团宗旨 知己成人 爱智得善 知己就是要知道自己内心都是善良的 而得善就是选择善良的道路前进 我们会就读医学运校 就是因为知道自己是想要帮助别人的 想要把在学校学习到的知识回馈给社会 所以我们期许自己能够在学习当中找到热忱 在服务当中找回初心 也期许自己也能够拥有源源不绝的正能量 化作一盏星灯照亮你我身旁的人 除了服务别人之外 我们更要充实自己的内在 所以要做得充实 也要记得吃得快乐 更要玩得尽敬 知善社跟别的社团很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有过去几十届学长姐传承下来 提供我们吃住的校外社办 在靠近英台校区以及水南校区各有一个社窝 可以让社员们讨论开会 休息玩耍 凝聚感情 下面一个环节是活动指南 知善社的活动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包含志工活动 舒适想念 心灵成长还有吃喝玩乐 暖阳计划是志工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寒冷的冬日 我们招募北港及台中的同学们一起到北港妈祖医院的护理之家拜访爷爷奶奶们 和他们一起唱歌跳舞 做点心食物 玩小游戏活动筋骨成为寒冬中的小太阳 静堪静息活动也是知善社的特色之一 我们在每个学期都会和台中其他大专院校的学生一起守护海洋和溪流生态环境 问海哪的清如雪 唯有你我一起来 Tilda 每年的暑期一整队是知善社重头戏 从团队默契培养中医理论和真伤药局课程 到家谎关怀独居老人 自科分组正式上场 各种有趣活动让大家从做中学 让大家实际体验医疗第一线人员的辛劳 创造不一样的暑假保证收获满满 推广舒适也是知善社的特色之一 知善社校外社办提供社员们练就好厨艺的优质环境 还有神徒等级的学长也手把手带着学弟妹们烧水煮饭 信源厨房是你的唯一首选 除了向外服务的志工活动 我们也十分重视向内心探索的讲座课 我们会邀请毕业学长姐定期到英台水南北港校区 分享生活经验或是缠绕化 帮聊等等特殊主题的课程 让我们在一次次的经验当中找到生命的方向 最后是吃喝玩乐形成 Kill the知善社的舍游 舒适小夜市等等一系列活动 让社员们在课业繁重的时候有解放自我的机会 更在出游的同时凝聚彼此感情 加深了大家对于知善社的IQ感 如果对于我们的活动有兴趣的话 欢迎观看109学年度的水南及北港回顾影片 想要掌握第一手消息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LINE群组 也欢迎多多支持我们的IG和脸书 粉丝专页Youtube 请各位帅气又美丽的评审哥哥姐姐们给我们几把婚